民进党日前推出名为给台湾的一封信的催票影片 其中高雄片的主题是台湾对不起 民进党接民代管碧玲声称 高雄人对不起台湾是普遍的心情 影片一出立刻引爆舆论他罚 韩国瑜竞选团队顾问黄世修 随即在脸书发起了第一届向民进党道歉大赛 讽刺意味十足 台湾网友对此反应热烈 蔡英文到新竹参加台大医院生医院区开幕 一整天行程跑透透 然而管碧玲在竞选影片中的一句 高雄人对不起台湾引发蓝营猛烈抨击 甚至韩国瑜阵营的顾问黄世修 在脸书发起了第一届向民进党道歉大赛 讽刺意味十足 我觉得民进党真的变直了 它变成一个人民只要不服从党的意志 就是反民主的一种恐怖主义 所以我看到管碧玲这样子 然后我看到那支广告片 我就想起了这样子傲慢 所以我就发起了一个这样子 向民进党道歉大赛 脸书上的虚拟活动 有兴趣与想参加的多达三千多人 创意发挥的各种道歉文更是多 有网友表示 薪水没有五万 更没有九万 我向民进党道歉 甚至还有网友用五体投地的方式 向民进党道歉 民进党阵营随即展开反击 过去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确实发现很多人刻意的去扭曲 我们这支影片的这个相关的说法 甚至在网络上面散播 这个经过变造扭曲 我们会思考进一步的这个法律的行动 高雄人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高雄人也没有欠谁什么事情 我们去年的选举全不好 但也是四次 我们让四次的失望 我们也让高雄人失望 民进党一边威吓 一边又放软身段 只是真的是外界误会了民进党吗 管碧玲那句高雄人对不起台湾 民众都听得清清楚楚 就连绿营的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游盈龙也看不下去 16号游盈龙在脸书发文表示 自己看了影片之后心情沉重 因为这只短片的核心思维是丑陋的 就是四个字推卸责任 民进党今天如果是所谓的在野党 这部影片的柔性诉求还有一点点意思 但今天贵为所谓执政党 用这种宣传手法 不会觉得是在自打嘴巴吗 不会觉得心虚吗 不会觉得很可耻吗